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五中命中率变成了33.3% 他还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他的数据为12分加4来板加5助攻加2强断加1失误 富尔茨现在表现还不够亮眼 可如果从剑部角度来看 这两站他所展现的剑部是巨大的 按照这样的趋势 他不需要太久就能找回壮狼的风采 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上赛季被当作主力核心配偶 借把了52场常规赛的朗索鲍尔 他在今天与开拓准队的节目战里 交出7分加4来板加1助攻加1产断加1失误的数据 他全场出手7次命中率为28.6% 从数据就能看出 球哥的表现非常不佳 而这更重要的是 现在球哥的首发地位已经被拉近朗多几掉 他和富尔茨在球队里的地位出现了巨变 富尔茨被76人队当成未来希望培养 球哥现在更多还是球队体系 没有些尴尬的配置 今天在球场上他既不能作为投射输出 他也蛮有组织的球权在手 单纯从一场论来看 现在的球哥有些十之五位 气质可惜的几类状态 本赛季和一系都一包赛季相比 壮狼和榜眼秀的地位 表现出现了变化 这样的变化很惹眼 这样的变化有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壮 榜眼必有一水 这是略微有些可否的理论 无论是球哥还是富尔茨 他们想要一起打出来的可能性非常低 一人决起大概率就有一人要变成水货 那么这平行而论 对于2017年选秀大会上的壮和榜眼 你认为未来谁更有可能成为水货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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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